一群飞机事故的幸存者被困在了这座小岛上 地上到处都是摔得七零八落的飞机残骸 以及一句句触目惊心的尸体 有人惊恐地蹲在地上尖叫连连 还有人被压在机械零件下面大声呼救 虽然看到的绝大部分都是尸体 但还是有少数的幸存者活了下来 而作为医生的捷克却显得格外的冷静 他立即招呼周围的幸存者和自己一起救人 检查生命体征后 进行人工呼吸等紧急施救措施 医生的专业技能在这种时候效果十分显著 他甚至还就出来一名挺着大肚子的孕妇 好在这孕妇只有一点点皮外伤 在杰克的组织下 许多慌乱的幸存者都开始参与救援 而杰克稍微歇了口气后 却自己一个人悄悄走进了旁边无人的小树林中 因为他发现自己的后背也受伤了 脱掉衣服摸了摸后 确定有一道很长的伤口 但这个位置他并不能自己处理 需要有人帮忙才行 正巧这时有一个年轻女孩走了过来 杰克立马询问他有没有做过针线活 女孩说自己只缝过窗帘 杰克一听就决定让他来帮自己缝合伤口 能够在一场飞机坠毁的事故中活下来 他们俩无疑都是幸运的 看到杰克那一脸从容淡定的表情 似乎对现在这种状况一点也不感到害怕 女孩蒂娜不禁有些怀疑他的身份 毕竟飞机莫名坠毁在了这座偏僻荒凉的小岛上 居然还有不少的乘客活了下来 这种事情太离谱了点 杰克解释说自己是一名资深医生 血肉横飞的场面不会让他感到害怕和惊慌失措 女孩听得半信半疑 但他总觉得这个男人不是普通人 两人说话间 蒂娜也硬着头皮帮他把伤口封好了 随着夜幕降临 活下来的四五十个乘客们全都聚集到了一起 一群人在悲伤的情绪中 静静地坐在沙滩上等待着救援到来 大家都知道有黑匣子在 所以救援队发现他们只是时间问题 而杰克却意识到这起事故有点蹊跷 因为他发现面前的这堆残骸只是飞机的中段 奇怪的是飞机的头部和尾部都不见了 杰克认为如果能找到驾驶舱的话 那就能用驾驶舱里的无线电收发机 协助救援队更快地找到这个小岛的位置 蒂娜说自己好像看到山谷的另一边有烟雾 有可能就是飞机的头部掉落在那里了 杰克听后决定明天一早就去山谷那边找看看 就在这里 一阵怪异的声音传来 瞬间惊醒了沙滩上的幸存者们 听起来像是某种动物的吼叫声 但却不是任何一种已知的动物 同时还伴随着一阵强风吹到了沙滩上 大家看着眼前这片陌生的丛林 都感到了一种未知的恐惧 或许在岛上还有其他的危险在等待着他们 众人艰难地熬过了第一晚后 杰克找到了几个比较理智的幸存者 说出了自己准备去寻找驾驶舱的计划 又安排一个小伙子照顾几个伤员 这是一个年轻的男歌手表示自己也跟他一起去 而不远处的蒂娜 正在从一具尸体身上扒鞋子 要进入丛林中 他必须要换一双鞋子才行 蒂娜刚脱下鞋子 抬起头就看到不远处有一个光头佬 正在盯着自己看 对方的表情让蒂娜觉得感到有些奇怪 随后这光头还裂开嘴巴邪魅一笑 很快杰克和蒂娜还有男歌手三个人 就离开沙滩走进了丛林中 但诡异的是 上一秒还晴朗的天气 下一秒就下起了瓢泼大雨 好在他们也距离飞机头部掉落的位置不远了 这三个幸存者在树林中 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飞机残骸 这正是他们冒着大雨也要过来的目的 只因他们想在飞机的驾驶舱里 寻找无线电设备向外界求助 这部分残骸显然就是飞机的前半部分 当三人钻进去以后 看到头等舱的座位上只有几具冰冷的尸体 这种情况显然不可能有幸存者了 而由于整个机身是树立在地上 三人爬进去的时候 就像是在攀岩一样十分吃力 捷克率先爬进驾驶舱 看了眼驾驶卫上机长冰冷的尸体后 他就立刻开始寻找无线电 突然间机长的尸体猛烈地咳嗽了起来 捷克这才反应过来机长还没死 他赶紧找出一瓶水为机长喝了两口 而这机长在醒来后说的第一句话 就是询问有多少乘客活了下来 捷克将现在的情况告诉了他 一共有48名乘客生还 而且现在已经过去了16个小时 并没有任何救援队找到这里来 随后捷克又在机长的指示下 成功找到了那不无线电收发机 机长试了时发现没有信号 似乎机器还出现了固扯 而蒂娜突然发现那个男歌手 查理不知道跑哪去了 随后又诡异地从厕所里钻出来 就在这时 一道尖锐的声音响起 就连地面都在震动了起来 紧接着四人 就看见飞机外面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身影 就像是一个巨人从旁边走过 同时还伴随着一种怪物的低吼声 他们全都吓得缩在角落里不敢出声 捷克大着胆子想透过玻璃看看 外面到底有什么东西 而一高人胆大的机长干脆放下无线电 从玻璃破碎的地方将头伸了出去查看 结果下一秒 机长就遭到了未知生物的袭击 只听他惨叫几声后 就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扯了出去 雪还溅得到处都是 其余三人都被这一幕吓傻了 而紧接着整个机身残骸也被推倒在了地上 捷克迅速抓起那不无线电机器 率先跑了出去 其余两人也紧紧跟在后面一路狂奔逃走 三人能跑一个是一个 总比全都被那怪物吃掉好 但奇怪的是 那怪物似乎并没有追他们 三人跑出去一段距离后 才发现身后没有任何东西追来 这时雨也诡异地停了下来 当他们尝试往回走的时候 却看到了机长血淋淋的尸体 正挂在树枝上面 虽然不知道杀死机长的怪物到底是什么 但三人都决定不把这件事情告诉其他人 以免引起幸存者们的恐慌 当三人回到海滩上后 居然看到有两个男人在打架 捷克赶紧上前阻止了他们 至于打架的原因并不重要 在这里待了快一天了 大家并没有等到救援队的到来 或多或少都有些失望的心情 随着等待的时间越来越长 幸存者之间的矛盾肯定会越来越多 蒂娜郑重地告诉大家 无线电虽然是找到了但有故障没法用 如果有谁会修可以来试试 刚才参与打架的其中一人开口说自己会修 原来老贾曾经在军队服役并且参与过战争 维修电子设备对他来说并不难 由于在这种鸟不拉屎的小岛上 手机和其他通讯设备都根本没有信号 他们只能寄希望于这台无线电收发机了 很快老贾将无线电修好后 重新找到了蒂娜 由于这机器的电量不多了 就在这里尝试的话很浪费 老贾认为最稳妥的办法是到一个山顶上去 才更容易接收到无线电信号 这样也能让大家获救的几率更高 随后蒂娜和老贾商量了一下 就准备爬到最近的那一座山顶上去 杰克由于要照顾一名重伤昏迷的幸存者 没办法和蒂娜一起去 反而是有其他几个人愿意去 其余的绝大部分幸存者 都无所事事地留在沙滩上 有人甚至一点都不着急 躺在沙滩上晒起了日光玉 仿佛他来这里不是因为出了飞行事故 而是来度假的 这支六人小队正穿行在树林中 突然不远处传来一阵怪物的吼叫声 听起来像是某种大型猎食动物 几人愣了两秒后纷纷拔腿跑路 就他们这赤手空拳的 搞不好全都会变成那玩意儿的舞摊 而就在其他人都慌忙逃走的时候 唯独一个金发男人站在了原地 甚至还淡定地掏出一把手枪 没想到这体型巨大的动物 竟然就这么倒在了地上 其余人健壮也走了回来 众人查看后发现这竟然是一只北极熊 可北极熊怎么会出现在这种丛林里呢 这显然不科学 但大家更关心的是 为什么詹姆斯身上会有枪 尽管他解释说自己是在一个尸体身上找到的 可大家并不是很信任他 毕竟现在他们都被困在小岛上 只有他一个人手里有枪的话 那性质就不一样了 关键是昨天还有人发现 他的身份是一名被押送的囚犯 这无疑是增加了他这个人的危险系数 就在詹姆斯试图和其他人解释的时候 站在后面的蒂娜趁机一把抢过了他手里的枪 随后把枪的弹夹和子弹全都卸掉了 枪还给了詹姆斯 而弹夹则是交给了和詹姆斯有矛盾的老甲 这样显然是最安全的办法 詹姆斯脸上的表情有些无奈 明明是他胆量过人开枪救了大家 可不但没得到感激 反而还遭到了质疑 接着众人继续前进 终于来到了一片地势较高而且又开阔的地方 老甲打开无线电收发机 开始接收信号 尽管希望渺茫 可现在这几乎是他们唯一的希望 一番尝试后 还真的从无线电里听到了一个女人声音 但听起来似乎是法语 而且是一直在重复一句话 在场的只有一个年轻女孩懂一丁点法语 在她的翻译下 大家才知道 这其实就是一个法国女人的求救信号 更让大家感到绝望的是 这个声音居然一直重复播放了足足16年了 很显然 在他们来到这座岛上之前 还有其他人来过 并且发了16年的求救信号依然没有得到回应 众人心中都万分疑惑 难道这座小岛不是在地球上吗 不然怎么可能一直都没有外界的人收到无线电信号 如果说所有的信号都无法离开这座小岛的话 那就更让人感到毛骨悚然了 尽管这样的结果很绝望 但蒂娜他们回到沙滩上以后 还是将这件事情告诉了所有的幸存者 但只是说无线电的信号发不出去 至于那个循环了16年的求救声音 由于害怕引起人群大面积恐慌 他们六个人就提前商量好了 先不说 眼下只能让大家接下来节约食物 因为救援队很可能短时间内不会找到他们 随后所有人分成三组 一组负责收集和整理所有的食物 一组负责收集水源和能装水的容器 以便于在下一次下雨的时候用 最后一组的人 则是需要收集所有的电子设备 老甲打算自己制作一个信号放大器 再试试看能不能将无线电信号发射得更远一点 大家虽然都感到有些失望 但这种时候 只要心中还有希望肯定就能活下去 而杰克一直在照顾的那个昏迷的伤员 在昏迷中竟然迷迷糊糊地说了两句话 他兜里有一张照片 让杰克一定要小心这张照片上的女人 因为这女人是个危险人物 杰克看到这张熟悉的面孔时 心中生起一阵疑惑 自己和蒂娜相处了两天 可他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杰克本想问得明白 但这男人始终只是重复这两句话 又并没有说清楚 而且由于这男人的伤口感染得很严重 情况很不乐观 杰克推断他应该活不了几天了 由于没有合适的药物来治疗伤口 晚上这男人痛得惨叫连天 搞得其他幸存者都没办法睡个好觉 一直这样下去显然不是办法 与其让他一直这么受折磨 还不如给他一个痛快 可这种事情 作为一名医生的杰克却下不去手 蒂娜也没有这个勇气 最终蒂娜干脆将上好弹夹的枪交给了詹姆斯 而詹姆斯听着耳边传来的那男人的惨叫声 自然也明白了蒂娜的意思 只不过詹姆斯的判断出现了失误 他原本想对着心脏开一枪 结果打偏了一点 虽然还是会死 可却不会死得那么快 杰克见状也选择放弃了施救 第二天早上 那男人终于还是断气了 而蒂娜也知道了自己的照片被发现 他直接找到了杰克 打算坦白自己的经历 以及为什么会被说成是危险人物 但杰克却阻止了他 因为每个人多少都会有点秘密 没必要全都如实交代 何况他们现在还处于这种偏僻的小岛上 还不知道能不能离开这里呢 每个人其实都相当于是重获了新生 以前的那些事情和秘密 或许将他们遗忘了法更好 由于救援迟迟没有到来 他们的食物已经所剩无几 有人甚至为了最后一包临时大打出手 如果再找不到食物的话 情况可能会更糟糕 这是一个光头站了出来 说可以靠打猎来获取食物 这座岛上应该有不少动物 昨晚来啃食尸体的那群野猪 估计就在附近活动 但最让大家感到惊讶的是 这光头老竟然有好几十把刀 正常人谁会上飞机带这么一箱子的刀啊 就算找遍整个飞机 估计也找不到两把水果刀出来 而面对其他人的疑惑 光头哥洛克却并没有做出任何解释 随后就带着另外两个愿意去打猎的人 一起走进了丛林里 洛克显然有着丰富的打猎经验 能够在路上发现野猪留下的踪迹 在即将到达野猪活动区域的时候 洛克提前练习和另外两人打手式交流 没想到老黑却说有点看不懂还让他说人话 但老黑的说话声音却惊扰了附近的野猪 随着一声野猪的嚎叫声传来 一只野猪就已经冲到了三人面前 洛克迅速拉住身旁的蒂娜往后扑倒 而老黑却一时间不知道往哪边躲 然后就被野猪重重地撞倒在地 脚上还被野猪的獠牙划开了一道口子 洛克看了沿野猪逃走的方向 又看了看腿部受伤的老黑 就让蒂娜立刻带着老黑返回营地去 接下来自己一个人去追击野猪 显然他一个人的捕猎成功率法更高 作为一名曾经的职业拳手 在洛克看来 这些野猪可比一名人类拳击手握太多了 何况现在的他手里还有刀 洛克悄无声息地在树林中前行着 等待野猪出现时的捕猎时机 终于一阵野猪的叫声在正前方传来 可这野猪的叫声明显是遭到攻击发出的惨叫 看来是还有其他猎人在他前面 洛克一时间不敢上前 看着眼前茂密的树林不禁后退了两步 紧接着 一只体型巨大的怪物出现在了洛克的眼前 哪怕是身经百战的洛克看到这一幕 眼神中也出现了慌张的身色 另一边 老黑和蒂娜其实还并没有回营地去 因为蒂娜这次愿意冒险出来参加捕猎 实际上还有一个任务 就是打算再试试无线电收发机 经过老甲改造后 或许能够搜索到其他的信号也说不定 蒂娜刚爬上了一只比较高的树上 正准备开启无线电 不远处的树林中却传来一声怪物的吼叫声 吓得他手一划机器就掉到了地上 于是两人只能选择立刻回去 蒂娜无奈只能将摔坏的无线电拿给老甲维修 看到受伤的老黑他们两手空空地回来 以及不见踪影的洛克 大家都看得出来他们的捕猎计划失败了 不过在他们三个进去狩猎野猪的时候 其他人也没闲着 有人制作了简易的鱼叉 试图在海里抓鱼 或者收集点其他的海鲜 尽管这么点食物根本不能填饱所有人的肚子 随着时间来到傍晚 就当所有人都以为洛克已经遭遇不测的时候 一个满身血迹的身影从树林中走了出来 而他手里还托着一具野猪的尸体 洛克并没有告诉其他人自己遇到什么 只是说自己杀死这只野猪费了点力气 这一百多斤的猪肉 应该能在接下来的两天内 不让所有人饿肚子了 只因连续几天都没睡好觉 这个男人眼中竟然出现了幻觉 他总是会看到有个诡异的西装男 在远远地盯着自己看 很显然对方并不是幸存者队伍中的一员 而每当杰克想走近点查看的时候 那西装男就会迅速消失的无影无踪 仿佛从来都没有存在过 其他人都觉得杰克是没休息好出现了幻觉 由于活下来的这几十个幸存者中 只有杰克一个医生 而且很多人遇到问题 也都习惯性地会找他帮忙 杰克就只能压缩自己的休息时间 处理各种繁琐的事物 这几天晚上都只睡了不到两个小时 而眼看他们坠落到这个小岛 已经是第六天了 原本以为会很快到达的救援队 却始终没有出现 有些人已经感到绝望了 更关键的是眼下 他们又面临了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 淡水快耗尽了 杰克看了看收集起来的最后这十几瓶水 每人一口估计都不够分的 而且昨天抓到的那只野猪也快吃完了 最晚在明天内必须找到新的食物来源 这种情况肯定不能告诉大家 否则又会因为食物和水的问题引发事故 查理和胖哥询问杰克 该把这最后一箱水放在哪 以及接下来应该去哪寻找食物 但已经陷入焦虑状态的杰克不禁有些恼怒 不耐烦地说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 他又不是什么领导子 为什么要做这些决策性的事情 正在这时 杰克又看到了那个穿西装的男人 这次他没有犹豫 直接就朝着对方追了过去 可每当杰克快要追上的时候 西装男就会瞬间消失 然后又出现在另一个地方 不过近距离看到对方的背影后 杰克发现这西装男 竟然很像自己的父亲 这让他更加好奇了 父亲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杰克就这么不死心地一路追了上去 在地形复杂的丛林中 杰克跑着跑着 一不小心跌落到了小山坡下面 翻滚了一段距离后 差点就要从悬崖上掉下去 好在杰克本能性地用手抓住了一根树枝 惊险地悬掉在悬崖边上 如果刚才不是这根树枝的话 从这么高的地方掉落到下面的碎石滩上 就算不死也要搭上去半条命 杰克尝试着重新爬上去 但他的体力似乎有点跟不上 抓住树枝的手也开始打滑 就在这时突然有一只手伸了出来 竟然是洛克发现了他 在洛克的帮助下 杰克重新爬了上去 虽然差点摔死 可杰克却很高兴 因为悬崖下面竟然是一条小溪 不出意外的话肯定是淡水 杰克告诉洛克自己看到的幻想 但没想到洛克却认为他看到的可能是真的 因为这座岛并不是一座普通的岛 有着很多无法解释的事情 洛克说自己能够感觉到 这座岛拥有着一股魔力 而杰克却听得云里雾里的 为了确定那条小溪的源头 杰克就沿着小溪走了很长一段距离 最后竟然发现了一个山洞 里面还散落着不少杂物 显然是飞机坠毁时 有一部分残骸掉落在了这里 不过最让杰克激动的是 山洞里果然有着充足的淡水资源 背山靠水 这里根本就是一个绝佳的营地 此时的海滩上 幸存者们聚集在一起 查理正在和另一个男生吵架 只因为他私藏了三瓶水 可其他人都没水喝 直到杰克出现 他们才停止了争吵 杰克略微思索后告诉大家 现在的情况很明显 救援队短时间内是不会来了 建议每个人都应该做好 在这座岛上长期生存的准备 甚至有可能这辈子都会留在这岛上了 所以尽量就不要和其他人产生矛盾了 最后杰克告诉大家 他找到了一处拥有淡水的山洞 明天让几个人跟自己一起过去看看 这个男人鬼鬼祟祟地拿出一小包条味料 正准备好好享受一番的时候 突然身后有人叫他别动 原来他脚下正踩着一个蜂窝 只要他稍微动一下 这蜂窝估计就会被他踩碎 到时候蜂群肯定会开始无差别攻击他们所有人 转眼间已经有十多只蜜蜂 飞到了查理的脑袋上扑腾 他只能保持这个姿势不敢动他 此时杰克也迅速找来了一个行李箱 正准备将蜂窝给盖住 可查理脸上的蜜蜂越来越多 他实在是忍不住痒就顺手拍了一巴掌 结果脚下一滑就将蜂窝给踩碎了 其余三人见状都大惊失色 赶紧拔腿就跑 被激怒的蜂群顿时开始攻击他们 查理两人往树林中跑 而杰克和蒂娜只能一边脱衣服驱赶蜜蜂 一边迅速朝着山洞里跑去 好在由于他们人多又是分开跑的 导致蜂群也跑散了 他们很快就顺利地摆脱了蜂群 而除了查理这个罪魁祸首的身上 被蜜蜂咬了很多包以外 其余三人都没怎么受伤 这时他们也开始打量起这个山洞来 这正是杰克说的那个拥有淡水资源的山洞 四人休息了一会儿后 也拿出他们带的瓶子开始装水 可杰克却觉得 他们应该让大家都从沙滩搬到这山洞里来住 因为按照46个人每天的饮水量来计算 就意味着每天都需要长途跋涉过来好几趟 才能满足用水需求 这样太麻烦了 而这山洞显然是一个绝佳的天然庇护所 甚至可以抵御一些危险洞的袭击 反观那个散落了一地飞机残骸的沙滩 下雨了就连个躲雨的地方都没有 总的来说 这山洞才是更适合幸存者们长期生存的地方 而且杰克认为在短时间内 是不会有救援队找到这里来的 毕竟空难发生到现在已经足足一个星期了 外界的人不可能还发现不了这个小岛 所以他们这些幸存者 更应该做好长期在这座岛上生活的准备 到时候只要让少数两个人 留在沙滩上等待救援就行 但当杰克回到沙滩上 将这个提议告诉其他人的时候 却有一些人不愿意离开 老贾打算就一直待在沙滩上等待救援 他觉得万一他们刚到山洞里 救援就来了呢 搞不好就错过了唯一一次逃生的机会 他可不想错失良机 导致一辈子都待在这里 同样想法的还有老黑等人 老黑现在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带着儿子小黑快点离开这个鬼地方 所以他决定一直留在沙滩上等待救援 最让杰克没想到的是 和他关系很好的 蒂娜也不愿去山洞里住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还有点闹脾气 不过还是有一部分人 愿意跟着杰克去山洞里的 毕竟沙滩上的生活条件太差了 向来很佩服杰克的胖哥更是表示 杰克去哪儿 自己就跟着他去哪儿 与此同时 查理和洛克两人还留在山洞里 等待其他人过来 查理又一个人偷偷跑了出去 拿出那包调味料准备享受 洛克再次出现在了他面前 他自然知道查理手里这包东西是什么 作为过来人的洛克拳 查理最好赶紧借了这玩意儿 否则会越陷越深最后彻底没救 查理表示除非现在能找到自己的吉他 否则这包东西 就是他唯一的精神寄托了 飞机在坠毁的时候 残骸散落了一部分 但大部分都损坏了 查理知道还能找到自己吉他的概率 微乎其微 而洛克竟然十分自信地向查理保证 只要查理将调料包胶给自己保管 很快就可以帮他找到吉他 查理半心半疑地看着对方 心中一番犹豫后 竟然选择了将调料包胶给洛克 随着夜晚降临 杰克也终于带着一群幸存者来到了山洞里 汉哥吐槽这距离可没杰克说得那么近 不过当众人看到山洞里有水后 都纷纷激动了起来 看样子他们能喝水喝个饱了 而此时在沙滩上 只有蒂娜和少数几个不愿意离开的幸存者了 几人围着篝火坐在地上 心中都期盼着明天一早 就能够看到救援队的到来 可这种希望有多渺茫 其实蒂娜心中很清楚 这个小伙独自一人走进危机四伏的丛林中 可回头一看却发现 跟在身后的队友不见了 他赶忙轻声呼喊对方的名字 但回应他的却是一声动物的怪叫声 查理顿时吓得撒腿就跑 只见一只通体欺飞的野猪紧紧地追在后面 被他锋利的獠牙撞上一下 估计不好受 正当野猪要追上来的时候 突然一个陷阱弹出 瞬间就将野猪套进了一个网里 查理愣在原地一脸猛逼地看着这一幕 这时候一个光头才从角落里钻出来 原来是洛克故意让他当诱饵来抓野猪的 这一头野猪应该又能让幸存者们吃上两天 查理意识到自己刚才陷入的危险 显然有点不开心 眼神凶狠地盯着洛克 让他把那包条味料还给自己 这才仅仅过了一天而已 查理就感到十分的难受 同时也知道自己根本戒不了 即便是用吉他随时可以缓解 但却远远不及那一小包条味料 而洛克在思索了几秒后 告诉查理有三次机会 现在是第一次 如果他第三次来药 自己就会把东西还给他 但他所做的一切都会前功尽弃 只会继续在地狱中挣扎 查理回到山洞里后没多久 开始在药箱里翻找起来 医生杰克好奇他在找什么 查理慌乱地解释说自己有点头疼 想找点止痛药而已 戒掉那条味料的感受 让查理整个人都变得不正常了 他想找点其他事情 转移开自己的注意力 于是就跑到杰克旁边想帮忙 但没想到他们两人头顶的 山洞墙体突然倒塌 巨大的动静顿时引起了 山洞里其他人的注意 查理运气好 只是被沾了一身灰 而杰克却被山洞倒塌的废墟压在了里面 众人立刻开始扒开废墟救杰克出来 查理发现人不够 就飞快地跑回沙滩上 找其他人过来帮忙 听到杰克被困的消息后 老黑等人就立刻往山洞的方向赶去 而传达完消息后的查理 却并没有回到山洞里帮忙 而是一个人溜了出来 找到了正在处理野猪肉的洛克 没错 他的饮又犯了 忍耐了两天的查理决定在现在选择放弃 于是就第二次找到洛克 让他把调料包还给自己 洛克先是打亮了他一眼 随后走到一根树旁边 让查理看了一个东西 这是一个鹅结的茧 洛克告诉查理 你现在就像这个茧里的鹅 还在里面痛苦地挣扎着 一旦等到时机到达的时候 破解而出就会获得新生 但现在显然还没有到时候 而如果这个时候 自己用刀将茧划破 虽然可以让飞蛾成功出来 可这种状态的飞蛾 肯定是没办法在外界生存下来的 查理听后似懂非懂地看着洛克 洛克也拿出了那一小包条味料 说这是第二次 等到第三次的时候 自己就会把这玩意儿还给他 此时山洞里的众人 正在商量着怎么将杰克救出来 由于有太多的碎石块压在上面 甚至不知道杰克还是死是活 身为建筑工程师的老非 发挥了自己的职业特长 为了防止再发生二次垮塌 他仔细观察了 倒塌区域附近的墙体结构后 才让大家在一个安全位置继续挖掘 不过现在这种情况 如果有一个身材比较瘦小的人 能够爬进去的话最好了 这时查理正好回来了 查理自信地表示自己可以胜任这个任务 随后就从大家挖开的一条缝隙中爬了进去 幸运的是 他发现杰克还活着 倒塌的山体结构将他围在了里面 而且身上还有很多处伤口 就在查理刚进去没多久 大家刚刚挖开的地方又发生了塌陷 查理顿时有点慌了 但他知道两人想要脱困的话 就只能靠自己了 外面的一众幸存者看到这一幕也慌了 刚才就一个人还好 现在两个人都被困在里面了 这时收到消息的蒂娜也赶了回来 得知杰克还被埋在废墟里面生死不知 蒂娜不顾其他人的劝阻 冲在最前面开始徒手挖掘 大家见状也都纷纷加快了动力 心中都期盼着杰克和查理两人还活着 正当众人忙得一塌糊涂的时候 杰克和查理居然从山洞外面走了进来 正在用力刨着碎石的蒂娜见状 立刻起身走过去抱住了杰克 大家都很好奇他们俩是怎么从山洞外面出来的 杰克说全靠机智的查理 想到了往地面上挖洞 这才成功脱身 大家一听都有些佩服查理 尽管山洞发生了一小块区域的倒塌 可杰克还是认为这山洞依然适合大家居住 蒂娜无奈地表示自己干脆就陪杰克就留在这里好了 而之前还不愿意过来的老黑一些人 在亲自过来以后 也不打算回沙滩上去了 晚上查理又找到了洛克 此时他脸上都是冷汗 看得出要戒掉调料包十分地难受 尽管做出了这么多努力 查理还是第三次向杰克要回自己的东西 洛克看向查理的眼神有些遗憾和不解 但还是将那包条味料交还给了查理 不过当查理终于拿到了自己心心念念的东西了以后 他却犹豫了起来 因为现在他距离成功戒掉调料包只在一念之间了 然而过了几秒钟后 查理毅然决然地将这包东西丢进了火堆里 他不想自己这几天来的努力全都白费 洛克看到这一幕也欣慰地笑了 他没有看错 这小伙子真的戒掉了 此刻的查理也仿佛获得了新生 就像一只破解而出的飞蛾 空难事故发生一周后 这群幸存者依然还在岛上苦苦等待救援队的到来 在食物和水源都严重不足的情况下 药品更是稀缺 这个患有哮喘病的女孩的情况很不乐观 除非能够尽快找到她行李箱中的哮喘药 否则病情严重的话肯定会没命 可飞机坠毁后残骸散落的到处都是 想找到难度太大了 香农的哥哥在无意间看到了有人藏了一大堆东西 其中一个就是香农的行李箱 于是就趁着对方不在的时候偷偷去寻找哮喘药 但却被詹姆斯逮了个正着 最后还被打了一顿 医生杰克得知这件事情后很气愤 显然是詹姆斯霸占了别人的行李箱据为己有 还不肯归还别人的东西 杰克直接找到了詹姆斯让他交出哮喘药 否则那女孩会有性命之忧 可詹姆斯听后却一点也不着急 还笑着说现在这岛上的东西都是无主之物 谁捡到的就归谁 布恩那小子来偷翻自己的东西就活该挨打 杰克看他一脸无所谓的表情 似乎根本就不在乎这件事 再三询问后 詹姆斯依然不说那行李箱里的哮喘要放在哪 大家现在都被困在岛上艰难生存 而詹姆斯显然一点团队精神都没有 整天躺在沙滩上 无所事事不做团队贡献也就算了 现在还把别人的救命要藏起来 这不是害人吗 而且香农的病情也越来越严重了 下一次发作估计人就没了 人命关天 正义感十足的杰克只能决定动粗了 这时和詹姆斯有矛盾的老甲也找了上来 老甲表示自己曾经在部队服役过几年 对于审问别人这种事情很在行 让杰克交给自己来就行 于是两人趁着詹姆斯在午休的时候 直接将他绑了起来 原本以为打他一顿 这家伙就会乖乖交代 可没想到詹姆斯是个倔脾气 无论怎么打就是不说那哮喘要藏在哪 反而还调侃他们俩 老甲和杰克对视一眼 那就只能来点狠的了 于是老甲就用出了自己在部队里学过的酷刑 用尖锐的竹片扎进指甲里 疼得詹姆斯咬牙切齿的 但即便是这样 詹姆斯依然嘴硬不说关于哮喘要的事情 最后恶狠狠地盯着两人说了一句 让蒂娜过来 自己只告诉他一个人 无奈之下 杰克只好叫来了蒂娜 看到蒂娜来了以后 詹姆斯脸上却出现了一抹坏笑 说可以告诉他哮喘要藏在哪了 但前提是蒂娜要吻自己一下 可香农还等着哮喘要救命呢 他小小地牺牲一下 就能救一条人命到也没什么 于是蒂娜犹豫了一下后 就给了詹姆斯一个吻 完事后 正当蒂娜着急地想立刻去拿药的时候 詹姆斯冷不丁地却说了一句 自己从史之中都没见过那什么哮喘药 当时在一堆垃圾中 捡到那个行李箱的时候 箱子里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蒂娜听后看了看詹姆斯的表情 确定他没有说谎 显然 詹姆斯是故意戏耍自己的 蒂娜顿时就气愤地给了他一个大肘子 当蒂娜将真相告诉杰克和老贾后 两人都有些恼怒 而且都不相信 感情他们几个忙了大半天 结果是被詹姆斯当猴耍了吗 两人只好回去打算继续盘问他 可詹姆斯已经趁机给自己松绑了 顿时就和老贾缠斗在了一起 他们俩原本就有矛盾 老贾更是有点上头 手里的匕首直接就插进了詹姆斯的二头肌上面 好巧不巧的还割断了一根动脉 看到汹涌流出的血液 三个男人顿时都冷静了下来 杰克赶忙给詹姆斯处理伤口 否则他肯定会失血过多 这时杰克也相信了 詹姆斯的确不知道哮喘要在哪 可他这么没事找事也实在是有点不厚道 既然不知道那一开始就说不知道啊 而詹姆斯却冷笑着说 自己就是看不惯他们这些正义使者的行为 给詹姆斯处理完伤口后 杰克才回到了山洞里 竟然看到一个韩国女人正在给香农敷草药 香农的病情显然得到了控制 虽然他们没有找到哮喘药 但既然可以用草药代替 也总算是放心了 身为医生的杰克 也有点佩服这个女人的药理学知识 不过因为这件事情 杰克老贾还有詹姆斯三个人之间 闹得很不愉快 差点就失手杀死詹姆斯的老贾 也陷入了尴尬的处境 他干脆决定脱离团队 去岛上的其他地方看看 就当是给大家探探路 这个男人似乎在沙滩上发现了什么 挖出来一看是根古怪的绳子 一头连着海里 另一头竟然朝着岛上的树林中 而且看起来这绳子还特别长 于是他就顺着绳子一直走一直走 直到在一片茂密的丛林中才停了下来 作为在部队中服役过几年的退伍士兵 老贾警觉地发现了地上有一根纤细的铁丝 显然是有人故意射的陷阱 但这种拙劣的陷阱 他怎么可能中招 然后就抬脚跨过了这根铁丝 可他万万没想到在铁丝后面 还藏着另一个陷阱 瞬间老贾整个人都被倒挂了起来 紧接着一根尖锐的树枝 还插进了他的腿里 随后就晕了过去 当老贾再次醒来后 发现自己正在一个阴暗潮湿的房间里 还被绑在了一张铁床上面 一个头发杂乱的女人 十分警惕地打量着他 老贾一听对方说的竟然是法语 顿时想起之前 他们在无线店里听到过的 一个法国女人的求救广播 不出意外的话 这就是那个被困在岛上 16年的法国女人了 好在这女人还会说英语 老贾赶紧解释 自己只是飞机事故 被困在岛上了 无意间闯进了他的陷阱里 没有恶意 还说像自己这样的幸存者 还有40多个 但这法国女人听后 却是满脸的不相信 而且她的精神 似乎还有点问题 和老贾说话 总是答非所问 一言不合 还给老贾来一套奠基疗法 让他说真话 再胡说八道就杀了他 老贾无奈只能想其他办法 看到他在玩一个 没有声音的音乐盒 看得出这音乐盒是坏了 于是就提议自己帮他修好 女人很心动 但还是很警惕 直接给老贾打了一针镇定剂 免得他逃跑 随后才把他绑在椅子上 让他维修音乐盒 老贾对这些机械类的东西很在行 轻松就将音乐盒修好了 这时那女人的态度也有所转变 也稍微有点相信老贾了 随后便将自己的遭遇说了出来 原来这个叫单低的女人 原本是一支科考队的 因为船只遭遇事故 科考队意外之下来到了这个岛上 而接下来足足两个月的时间 他们都试图向外界求助 却始终没有等到救援的到来 紧接着其他队员纷纷遭遇不测 只有他一个人活了下来 袭击队员们的东西 被丹妮描述得很魔幻 像是某种恐怖的怪物 老贾听得云里雾里的 他觉得这女人多半是脑子有点不正常 但看得出来他很害怕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丹妮一直窝居在这个地洞里面 就在这时 一声恐怖的嚎叫声响起 丹妮立刻拿起枪就要爬出去 至于被绑着的老贾他却没搭理 当丹妮出去后 老贾立刻就给自己松了吧 随后拿上另一把枪追了出去 很快就追上了丹妮 两人相互举枪对峙了起来 老贾现在只想赶紧回去 离开这个疯疯癫癫的女人 可丹妮显然想让老贾留下来 16年的孤独生活让他备受煎熬 有个人能够说说话总是好的 不过不知道什么原因 最终丹妮还是想通了 没有强行让老贾留下来陪自己 让他自己离开 但是也拒绝了和老贾一起 回他们的幸存者聚集地去 这群幸存者 已经被困在岛上 足足一周时间了 有些人已经对救援队失去了信心 做好了长期在这岛上生活的准备 有人甚至找到一片开阔的草地上 开始打高尔夫放松心情 不过还是有人坚信 救援队很快就会找到他们 这个孕妇由于快要生产了 导致过度焦虑情绪很不稳定 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做噩梦 昨晚更是梦到有个人想要杀他 尽管大家找遍了营地也没发现凶手 但克莱尔却坚持说 就是有人想害自己 见其他人都不相信自己的话 他就决定离开这个山洞 重新回沙滩上去更安全 和克莱尔关系较好的查理 也决定和他一起回沙滩 但大家都猜测克莱尔 是因为孕妇的产前焦虑 导致的幻想症 毕竟现在几十个人都被困在岛上 谁会丧心病狂到去伤害一个孕妇呢 胖哥干脆就给所有幸存者 做一次信息统计 看看谁最有嫌疑 他逐一登记了 每个幸存者的姓名住址之类的信息 最后又找到了一份飞机上的乘客名单 之前已经有人将遇难者的名字 从名单上画掉了 所以剩下的乘客名字 应该都是对得上的 但当胖哥把自己手写的 46名幸存者的信息一对比 却惊讶地发现 有一个叫Eason的男人 他的名字并不在乘客名单上面 他不是坐飞机来的 难道是这个岛上的土著 这是山洞里走进来一个虚弱的男人 正是几天前出去探路的老贾 老贾急忙告诉大家一个消息 这座岛上并不是只有他们 还有其他人 众人一听都意识到情况不妙 有人说前不久看到Eason 正在朝沙滩的方向走 不出意外的话 现在Eason估计已经和克莱尔他们遇到了 没人知道多出来的这个人 是不是危险人物 又为什么要隐瞒身份 藏在幸存者队伍中 但他肯定不怀好意 克莱尔和查理此时 显然已经陷入了危险当中 杰克等人立刻分头出去寻找 只是他们追出去 没一会儿竟然下起了雨 这就导致路上的痕迹都被冲刷掉 想要追踪就更难了 经过半天的寻找后 雨终于停了 杰克和蒂娜在一根树上 看到了一具尸体 查理被绳子吊在了树上 没了动静 两人急忙将他救了下来 尽管人已经没了心跳 可杰克并没有放弃 不停地给查理做着紧急施救 就在他要放弃的时候 查理终于醒了 大家本以为能够从查理口中 听到点关键的线索 可没想到查理 却像是受到了什么刺激 表情呆滞地说 自己什么都不记得了 他整个人看起来 的确就像是失忆了一样 这也让众人更加疑惑了 那家伙将克莱尔一个孕妇 抓走干什么 其余两队出去寻找的人 也是一无所获 只有洛克和布莱恩还没回来 善于追踪痕迹的洛克 显然还不打算放弃 这对男女正在湖中洗澡 可当他们下潜的时候 却看到胡迪有两具新鲜的尸体 尸体下面还压着一个手提箱 两人在尸体上搜刮一番后 胡勒发现一个钱包外 就只有这个手提箱了 但由于箱子的锁还完好无损 没有钥匙应该很难打开 他们只能带回营地再想办法 而蒂娜虽然表面上 装出对这个箱子 不感兴趣的样子 但到了晚上 她却趁着詹姆斯在睡觉的时候 试图把箱子偷走 只不过詹姆斯突然醒了过来 两人抱着箱子缠斗了一番后 见蒂娜不肯说箱子里装的是什么 于是詹姆斯也不肯把箱子交给她 蒂娜恶狠狠地盯着她看了一眼 无奈只能放弃 同时这也让詹姆斯的好奇心更加强烈了 这箱子里到底有什么宝贝 会让这女人大半夜过来偷 自己一定要打开看看 詹姆斯原本打算用铁丝 将箱子的锁给解开 可倒过了半天都没效果 这是一旁正在搬运行李的老妃提醒她 可以试试找个硬点的东西砸开 詹姆斯立刻去尝试 不过接连在石头上砸了好几次 这箱子就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不得不说这质量是相当过关了 詹姆斯想到了最后一招 从高处扔下去 然而箱子落地后依然毫发无伤 反而被在附近蹲点的蒂娜给捡走了 詹姆斯健壮气急败坏地迅速追了上去 但蒂娜毕竟是个女人 体力方面和詹姆斯这个精壮男子相比还是差了点 很快就在草丛里被追上 詹姆斯硬生生把箱子给抢了回来 看到蒂娜满脸的不服气 詹姆斯又一次问她 只要说出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 自己就把箱子给她 可蒂娜却只是一言不发地看着她 随后转身离开了 无计可视的蒂娜回到山洞里 找到了杰克帮忙 因为她知道杰克肯定有办法要回箱子 而杰克也知道蒂娜的身份有些敏感 也问她箱子里装的是什么 蒂娜犹豫了一下 说里面装的是押送她的那名长官的私人物品 以及几只手枪和子弹 由于现在岛上的几十个幸存者当中 没有一个人手里有枪 上一把枪的最后一颗子弹也被用掉了 如果让詹姆斯拿到枪估计有点麻烦 搞不好她会用枪报仇解恨 两人先是从那个长官的尸体上拿到了箱子的钥匙 随后杰克才到沙滩上找到了詹姆斯 詹姆斯知道她来的目的 肯定不愿意轻易把箱子交给她的 但杰克只是随便看了看詹姆斯手上的伤势后 就判断她的伤口 如果停要三天以上的话 就会感染坏死 最后只有节制一个办法 不过如果现在把箱子交给自己的话 那就不会把她的要停了 詹姆斯听得一愣一愣的 脸上的笑容也消失了 这岛上就杰克一个医生 他说的话不会有假 无奈詹姆斯只能将箱子拿给了杰克 不过他还是提醒杰克 小心蝶被那女人骗了 最好亲眼看看箱子里都有什么 向来十分警惕的杰克自然不用她的提醒 回去以后就亲自用钥匙打开了箱子 和蒂娜说的几乎一样 箱子里一共有三把手枪 还有两把钞票和一些杂物 最后杰克拿出一个信封 看了看后递给了蒂娜 猜到这应该就是她想要的东西 蒂娜慢慢地打开了信封 竟然从里面拿出一个迷你的飞机模型 杰克还以为是什么重要物品呢 居然是个飞机模型 但突然杰克有点怀疑 这模型和飞机发生空难事故之间有没有关系 便让蒂娜解释一下这飞机模型的含义 而此时沙滩上的幸存者们 正在将飞机残骸和一些行李搬到岸边去 因为海水涨潮的原因 他们只能搬远一点 即便是因为克莱尔被抓走情绪低落的查理 也被一个黑人大妈叫去帮忙抬东西了 几乎所有的幸存者都来帮忙了 不过也有例外 香农坐在一旁无所事事地看着杂志 注意到布莱恩这几天没怎么看到人 就好奇地问他和洛克干嘛去了 布莱恩说他们还是想尽可能地去找到克莱尔 尽管现在距离他失踪已经四天了 可如果没能解决这件事情的话 无疑会让其他幸存者们都陷入恐慌 而且那个叫伊森的家伙还是个危险因素 这两个男人走进一片树林中 扒开地上的树叶后 竟然露出了一个外形奇特的金属门 没有门把手也没有锁口 他们两人已经用各种办法尝试了两天时间 依然没有将这门给打开 即便是经验老道的洛克也毫无办法 但他们俩并没有将发现铁门这件事情告诉其他人 毕竟这座岛上不科学的事情太多了 实际上绝大多数幸存者都以为 这只是一个普通的海岛而已 不过洛克对这个岛上的神秘力量认识得很深 以至于他在遇到一些无法解释的事情的时候 往往会心生敬畏 布莱恩却突然说想告诉妹妹真相 因为这几天他一直在问自己在干嘛去了 洛克听后并没有阻止他 而是又问了他一次确认一遍 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 随后一刀将布莱恩给打晕了 醒来后的布莱恩发现自己被绳子绑了起来 洛克正坐在旁边搅拌着什么东西 他不解的问洛克为什么要把自己绑起来 而面对布莱恩的质问 洛克却没有直接回答 只是说应该让他见识一下这座岛的奇妙之处了 在用手里的粘稠物给布莱恩处理了头上的伤口后 洛克又丢下一把匕首插在地上 让他自己想办法脱身 随后便毅然决然地自己一个人离开了 留下一脸茫然的布莱恩愣在原地 他想不明白为什么洛克要把自己绑起来 看着这把插在眼前的刀 他试了试弯下身体去拔刀 可就算是用尽全力也摸不到一下 布莱恩觉得自己被绑成这样 根本就没办法靠自己脱身 最后干脆只能大喊救命 可这里距离幸存者营地估计有几公里远 哪里会有人听到他的求救声 就这样保持着奇怪的姿势 布莱恩竟然还睡着了 可突然间一个女人的求救声惊醒了他 布莱恩还以为是有人路过赶紧大声向对方求助 但仔细一听 这声音竟然是他的妹妹香农 而且香农也被绑了起来 就在这时周围的树林中 也传来了一阵阵怪物的吼叫声 布莱恩顿时有点慌了 但他更关心的是妹妹香农的安危 而眼下他脱身的方法只有面前的这把刀了 于是他再次尝试去拔刀 用尽了力气想伸手去握住刀柄 可距离还是差一点 难以置信的是 第二次他却成功了 虽然手和身体都被勒得很疼 但总算是脱身了 接着他朝着香农刚刚的呼喊声方向跑了过去 果然看到了他正被困在一根树上 帮他解开绳子后两人不敢停留 因为那怪物的叫声越来越近了 两人赶紧撒腿狂奔逃命 布莱恩觉得一直这么跑肯定会被追上 于是干脆拉着香农躲进了一堆树根缝隙里去 随后两人缩在一起不敢出声 那怪物的声音由远到近 但似乎并没有发现躲在角落里的两人 很快就离开了 等了好一会儿后 布莱恩确定安全了 才拉着香农走出来 虽然刚才没有清楚地看到那只怪物的模样 可只是一个声音就已经让人手脚发软了 两人决定立刻回营地去 而香农这时也开始质问布莱恩 有没有什么事情隐瞒自己 显然他们两兄妹都是在晕倒后 被洛克绑起来的 布莱恩无奈之下 就将自己和洛克发现了一扇奇怪铁门的事情告诉了妹妹 正在两人说话间 他们身后突然有动静 两人吓得拔腿就跑 布莱恩在前面跑得很快 而后面的香农在一声声尖叫中 身体猛然腾空消失了 布莱恩健壮 尽管鼓起勇气想追上去 但那怪物仿佛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着急地呼喊着香农的名字 同时漫无目的地在周围寻找了起来 当走到一条小溪边上的时候 他竟然看到有血迹 沿着血迹往前走 香农的尸体赫然躺在那里 看到满身伤痕已经没了气息的妹妹 布莱恩瞬间悲痛欲绝 这一切都归咎于洛克 回到营地后的布莱恩 怒气冲冲地找到了洛克 拿起匕首就想给妹妹报仇 洛克听到他说香农死了有些惊讶 让他看看不远处站着的那个人是谁 布莱恩抬头一看 正在接水的那个不正是自己的妹妹香农吗 他瞬间有些摸不着头脑了 那刚才他看到的香农的尸体难道是假的 这时洛克才告诉他 之前涂在他脑袋上的那坨粘稠物 其实是一种特殊药物 可以让人做一场极为真实的梦 反应过来的布莱恩也突然意识到 刚才那一段记忆是假的 但这种经历却让他很有收获 感觉心中放下了一些事情 整个人都很放松 这也正是洛克想要达到的目的 这个光头将一把刀递给了面前的小男孩 让他瞄准这根树扔 而小黑也果然很有天赋 手里的刀飞出去后成功地插在了树上 只要稍微多加练习 他就可以掌握这个飞刀技能 可就在小黑拿起刀准备继续练习的时候 一个男人怒气冲冲地走了过来 他从小黑手里抢过了刀 还愤怒地质问洛克 为什么教自己的儿子玩这种危险的东西 虽然洛克表示 让小孩子学点求生技能总是好的 毕竟现在他们都被困在了这座岛上 可老黑却觉得根本没必要 因为儿子才十岁而已 如果不在岛上的话 他已经报警抓捕洛克了 最后老黑又警告洛克 不要再和小黑混在一起 小黑虽然很想和洛克一起学东西 但看父亲发火了 他也只能放弃 隔天老黑看到杰克几人正在商量事情 似乎大家都已经习惯了这岛上的生活 老黑提议大家现在应该想办法离开这座岛 尽管等不到救援队的到来 那他们完全可以自己制作一艘木筏 杰克和老贾一听都觉得不现实 毕竟他们可是一共有45个人 那得要做多大一艘木筏 就算多做几艘 可工程量也是相当恐怖的 老黑见其他人都不赞同他的提议 顿时有些恼火地离开了 既然没有别人帮忙 他就干脆叫上儿子小黑一起 两人来到海滩上开始收集材料 打算父子两人一起坐搜木筏出来 小黑正巧看到洛克路过 就借口说要去喝水 结果又偷偷找到了洛克 洛克劝小黑最好听他爹的话 别来找自己了 没想到两人这才刚刚说上话 老黑就走了过来 看到儿子小黑不听劝非要和自己对着干 老黑干脆将他平时爱看的漫画书给扔进了火堆里 接着让他立刻回去 至于洛克 老黑则是凑到他耳边放下了一句狠话 如果再让自己看到他和小黑说话 就干掉他 洛克心中想笑 但是却没做出任何反应 可没曾想 第二天老黑又面色不善地找到了洛克 质问洛克是不是把自己儿子藏起来了 他已经几个小时没见到人了 洛克无奈地表示自己今天也没见到过小黑 不过老黑依然觉得是洛克故意搞鬼 洛克为了自证清白 就提议大家一起去找小黑 洛克的追踪技能很好使 很快在地上发现了一条狗象圈 前方也隐约传来了有人说话的声音 老黑两人急忙朝着声音的方向跑了过去 竟然看到一只北极熊正对着树扑腾 而在树的缝隙中正是被吓傻了的小黑 老黑下意识地想冲过去救儿子 可洛克赶忙拉住了他 两个人类怎么打得过一只北极熊 洛克想了个办法 两人悄悄地绕后往树上爬 由于北极熊的身体巨大 短时间内是碰不到躲在树缝里的小黑 老黑干脆丢出一把刀让儿子拿着 如果那熊钻进来了就用刀筒 当洛克两人终于爬到小黑头顶的树上后 老黑立刻跳了下去 接着就让儿子拴上绳子爬到树上去 如此近距离地面对这么一只庞然大物 老黑也感到了恐惧 甚至有些手脚发软他也赶紧往上爬 而诡异的是 这北极熊见三人都爬树上去了 竟然直接转身跑走了 爬到树上的三人都松了口气 老黑也意识到自己白天的态度有点不好 晚上找到儿子 拿出自己珍藏的一盒手绘给小黑 那只北极熊的出现也让老黑意识到 儿子在这座岛上确实不是那么安全的 的确应该让他学点生存的手段 这两个男人鬼鬼祟祟地走进树林深处 一人负责放哨 另一人则是在石头缝里面拿出一个箱子 打开箱子后里面共有四把枪 光头拿起一把 查看弹夹后又是了弑手感 随后脸上露出一抹开心的笑容 四把枪 他们就需要找四个人来用 但没用过枪和没有接受过训练的人都不行 因为普通人拿着枪 搞不好倒是会因为太过紧张而误伤队友 他们两人中一个是医生 一个是退役拳击手间猎人 对枪都不陌生 接着两人又找到了身为退伍士兵的老甲 他估计是这座岛上对枪最熟悉的人了 现在已经有三个了 还差最后一个人 杰克想到了曾经用几颗子弹 干掉过一只北极熊的詹姆斯 詹姆斯很喜欢玩枪 自然也很乐意帮忙 一旁的蒂娜表示自己也想去 但没办法杰克只拿出来四把枪 这时詹姆斯突然想起什么 询问杰克他有多少子弹 是几毫米的 杰克说四把枪用的都是九毫米的子弹 他手里一共有一百多发 足够他们四个人用了 詹姆斯听后转身从自己的房间里 拿出来一把手枪 这是之前他从一个长官尸体上找到的 不过子弹用光了 既然杰克那里有足够的子弹 那么现在五个人也刚好五把枪 杰克见状也没有拒绝 毕竟多一个人也更保险点 接下来五个枪手和一名人质就聚到一起 开始商量他们的伏击计划 而查理在不远处看着他们 虽然他也很想去 但是大家都觉得他不会用枪 哪怕去了也是添麻烦 可查理却认为 这件事情自己的责任是最大的 原来就在两天前 已经失踪了足足两周的克莱尔突然回来了 杰克他们是在营地不远处的树林里发现他的 可奇怪的是 克莱尔身上没有任何伤口 却唯独失忆了 自从飞机空难坠毁到这座岛上后 一个月内发生的事情克莱尔全都忘了 他最后的记忆停留在自己正坐在飞机上 不过总算人安全回来了 大家也算是放心了 至于将克莱尔抓走的那个叫伊森的家伙 杰克等人也毫无办法 因为这家伙显然已经在这座岛上生活了很久了 搞不好还是这座岛上的土著 没人比他更熟悉这里的环境 在伊森眼里 他们这些空难幸存者 都是一群在等待救援的弱鸡而已 所以想去主动追踪 找到他的住处几乎不可能 而就在克莱尔回来后的第二天 查理在返回营地的途中 忽然遭到了伊森的偷袭 他们两个男人都不是伊森的对手 查理被一把掐住脖子 伊森让他将克莱尔还给自己 要求一天内将人带到这里来 否则的话 自己就一天杀一个人 直到把所有的幸存者杀光 而要选择留下克莱尔一个人 还是拯救其他44个人 伊森让查理好好想想 查理果断将这件事情告诉了其他人 但他肯定不愿意再将克莱尔交出去 幸存者队伍的核心团队 杰克几人在仔细商量以后 也认为不能将克莱尔再送入虎口 但也没办法找到伊森的老巢 于是只能决定先让所有幸存者 都警戒起来 制作一些木毛盾牌之类的 简单装备 安排几组人24小时轮流放哨 又在营地周围点上密集的火把 同时也让其余人晚上睡觉的时候 都不要睡得太死 众人可以说在各方面 都做了充足的准备 这样伊森肯定不会有机会 下手杀人的 在幸存者们高度警惕的情况下 尽管一整晚都没有出现异常情况 不过到了第二天早上 却还是有个幸存者遇害了 大家看了看尸体旁边的海水 很明显伊森是从海里过来的 伊森果然是说到做到 明天肯定还是会有一个人被杀 一天死一个人 一直这样下去可不是个办法 早已得知了情况的一众幸存者们 也纷纷对克莱尔逼之不及 看向他的眼神也像是看温神一样 但唯独克莱尔自己一个人被蒙在鼓里 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最终杰克几人决定主动出击 想出了这个伏击的办法 伊森再厉害总不会还能顶得住子弹吧 何况他们还有五把枪 让克莱尔到约定地点去 其余人就藏在附近 等伊森出现了再将他擒获 当一切都安排妥当以后 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 克莱尔紧张地走到约定的地点 而其余五人则是分别躲在不远处的角落里 克莱尔才刚到没几秒钟 伊森就出现了 听到克莱尔尖叫声后的杰克 率先冲了出去 和伊森扭打在了一起 其余人也迅速跑了出来 将伊森给团团围住 被包围的伊森无处可逃 不过大家都想着要留活口 并没有开枪 可就在这时 几道枪声响起 没想到查理捡起地上的枪 毫不犹豫地挤枪就干掉了伊森 其余人都一脸不解地看向他 事后捷克问他为什么要杀掉伊森 毕竟大家是打算从伊森口中知道点情况的 关于伊森为什么要隐藏在幸存者队伍中 还有为什么要抓走克莱尔 以及他是什么时候来到这座岛上的 而现在伊森被杀死了 这些疑问大家永远都不会知道 而查理面对杰克的疑问 却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自己不会再让克莱尔受到伤害 如果留着伊森他睡觉都睡不安稳 杰克见状也有些无奈 人都死了他也不好再说什么 只是关于伊森的秘密 大家永远都不会知道 这个男人凭一己之力建造了一艘木筏 打算带着儿子一起离开这座令人绝望的小岛 但由于木筏只能坐四个人 而岛上足足有45个幸存者 只能先让四个人出去寻找救援了 这也算是给其他的幸存者们 带出去一份获救的希望 有人交出一捆自己收藏的电线给老黑 换取了一个上传的名额 而最后剩下的那一个名额始终没有定下来 可没想到这天晚上 木筏突然被人点火给烧了 尽管老黑和一群幸存者们奋力扑救 可木筏还是被烧掉了一大半 基本算是没法用了 他半个月的心血毁于一旦 老黑顿时情绪崩溃 他现在只想找到那个放火的人 将对方碎尸万段 天亮以后有人发现 金的手上竟然有烧伤痕迹 詹姆斯愤怒地将他给绑了起来 老黑看到金以后也是恍然大悟 很显然金就是那个放火烧木筏的人 因为昨天早上老黑看到金在家报妻子 于是自己就跑过去阻止 当时两个人还差点打起来 加上他们两人以前也因为一块手表打过架 心仇旧恨加在一起 因此金完全有作案动机 不过由于大家都不会韩语 现在金说的话根本没人听得懂 场面一时间有些混乱 直到金的妻子送走了出来解释 几十个幸存者当中 就只有金和宋这两夫妻是韩国人 除了他们外没人懂韩语 而且他们夫妻俩也都不会说英语 因此大家平时都没有过多地和他们交流 然而此时宋却破天荒地说起了英语 他说放火的人不是金 至于手上的伤 则是因为金是第一个发现木筏着火的 是在救火的时候烧伤的 众人一听都感到十分惊讶 在过去的几个月之中 宋都没说过英语的 最惊讶的自然是金了 结婚这么多年 他竟然完全不知道妻子竟然还会说英语 不过大家并不相信宋说的话 依然认为金就是点燃木筏的犯人 但宋却非常肯定地说 自己的丈夫是一个不会撒谎的人 面对宋的再三解释 老黑显然无法接受这个说法 毕竟他半个月来的心血就这么作废了 毫离这座岛的希望就这么破灭 他恨不得将放火的人打死 这时洛克从森林中走了出来 他大声地制止了争吵中的众人 并且还说放火的人 不会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人 因为谁都想早点离开这座荒榜 木筏能够顺利出海自然 也就能将消息带出去 到时候救援队到来大家都能多久 因此怎么可能是自己人干的呢 而这个地方并不只有他们这群人 还有其他人也生活在这座岛上 上次隐藏在幸存者队伍中的伊森 就是个例子 经过洛克这么一说 大家也都冷静了下来 他说的确实很有道理 老黑无奈也只能作罢 毕竟又没有绝对的证据 能够证明是金方的火 他总不能真的把人给杀了解恨吧 尽管看着被烧成了一堆垃圾的木筏 老黑情绪有些崩溃 可他想带着儿子离开的想法 依然很强烈 于是他一狠心决定再见一搜 与此同时 金和宋夫妇俩回到了山洞里 宋想和丈夫解释 自己为什么要隐瞒 会说英语这件事情 但金却一言不发地收拾行李 根本不搭理妻子 表情还十分冷漠 最后不顾宋的祖兰离开了山洞 金抱着几根刚砍的竹子 走到了老黑的面前 虽然两人语言不通 但金简单地打了几个手势 又支支吾吾地说出了一个传的英文单词 老黑也明白了他的意思 想要和自己一起建造木筏 此时他也彻底相信了不是金方的火 既然找不到凶手老黑也就不打算找了 只不过为了避免再有人搞破坏 他直接让詹姆斯24小时在木筏旁边站岗 但所有人都不会想到 放火的人其实是老黑的儿子小黑 和小黑关系较好的洛克 也猜到了一些蛛丝马迹 不过他没有明说出来 表示会帮小黑保守这个秘密 而小黑也告诉洛克原因 自己之所以会放火烧掉木筏 只是因为不想离开这座岛 其实老黑只是他的继父 而自己从小到大就经常搬家 很少能过上像在这座岛上几个月以来 这么安稳的生活 这两个幸存者在森林中发现了一个奇怪的装置 顶部是一个严丝合缝的舱门 整个结构深埋地下 在一座无人的荒岛上 竟然会有这种刀科技产物 这显然很不科学 而且他们尝试了许多办法都没能将其打开 于是两人又制作了一个魔改的投石器 打算将这舱门给强行破开 可没想到在投石器巨大的力量撞击下 依然没有对舱门造成一丝伤害 洛克看到这一幕顿时有些情绪崩溃 他已经在这玩意儿上面花了快一个月的时间了 却一点进展都没有 而且因为某些原因 他和布莱恩两人都没有将这件事情 告诉其他幸存者 短暂的情绪失控后 洛克听到布莱恩的提醒后才注意到 自己的腿上不知道什么时候 被一块碎片给插中了 看起来伤口还很深 但洛克却不痛不痒地直接将碎片给拔了出来 晚上又自己处理了一下伤口 第二天早上又像个没事人一样 重新来到那个装置附近 虽然经过了一连串的失败 但洛克依然不打算放弃 他铁了心地想要看看这舱门后面是什么 布莱恩却有些没兴致了 他试图劝洛克放弃 或者是将情况告诉大家 人多也更好想办法 但都遭到了洛克的拒绝 洛克坚信 这个奇怪的金属装置 就是这座岛对自己的考验 恍惚间 他竟然看到空中有一辆飞机 冒着黑烟跌向地面 再低头一看 就看到布莱恩已经满身是血地站着他面前了 而且洛克自己也重新坐回到了轮椅上 他的腿部更是失去了知觉 好在这一幕只是在做梦 不过这个梦却让洛克心中有了新的想法 他一大早就叫醒了布莱恩 两人走进森林中后 洛克就开始按照自己潜意识中的引导前进 途中他们发现树上有一具年代久远的尸体 看得出是一名飞行员 洛克坚信中点就在前面不远了 可没过一会儿 洛克的腿突然痛了起来 导致他无法站立 只能跌坐在地上 而这时洛克抬头往前面的悬崖上一看 眼神中充满的惊喜 布莱恩也转身看去 只见一架小型飞机正挂在悬崖上面 洛克意识到是自己昨晚的梦应验了 而且和梦中看到的飞机几乎一模一样 这飞机虽说可能也掉在这很长时间了 可驾驶舱里面的无线电设备应该还是好的 不过洛克的腿现在根本站不起来 只能让布莱恩爬上去看看 悬崖上有很多树根可以攀爬 布莱恩很轻松地就爬进了飞机里面 原本以为飞机里还会有些重要的物资 结果布莱恩看到的竟然是一堆堆精心隐藏的面粉 很显然这架飞机是专门用来送面粉的 接着布莱恩又来到驾驶舱 拿起无线电试了试 里面竟然隐约传来有人说话的声音 布莱恩顿时有些激动 这时挂在悬崖上的飞机突然摇摆不定了起来 仿佛随时都会跌落 外面的洛克看到这危险情况 就催促布莱恩赶紧出来 可布莱恩拿着无线电试尝试发出求救的信息 洛克最不想看到的一幕还是发生了 飞机从悬崖上直直地坠着地 接着又重重地躺下 里面的布莱恩估计是凶多吉少了 呼唤了几声没有得到回应后 洛克强忍着腿部的疼痛想要站起来 而诡异的是 他腿部的剧痛竟然慢慢地消失了 当他爬进飞机里时 已经看到布莱恩满身是血的躺在一动不动了 于是洛克扛起布莱恩迅速返回营地 现在只有唯一的医生杰克还能救他一命了 经过长途跋涉后 洛克终于回到了山洞里的幸存嘴营地 杰克见状赶紧查看起布莱恩的伤势 满身血迹的洛克解释说 他是在悬崖上摔下来的 接着便自己一个人离开了 而杰克可有的忙了 布莱恩的伤势不容乐观 需要输血来维持他的状态 杰克问了他好久 布莱恩采用微弱的声音说出了自己的血型 可知道了伤员的血型也没有用 几十个幸存者中 绝大多数都不知道自己的血型 杰克想起布莱恩的妹妹湘农 他们两兄妹的血型应该是一样的 只是湘农此时还在和老贾谈恋爱 杰克几人根本不知道到哪找他 无奈之下 杰克只能做出最后一个选择 那就是自己给布莱恩书写 因为他的血型是比较通用的血型 只要和布莱恩的血型不排斥 就可以起作用 而这才刚书上血霉一会儿 又发生了一件让杰克头大的事情 怀孕的克莱尔再也外快要生产了 金急忙跑回来 是想让杰克过去接生的 可看这样子 杰克根本走不开 否则布莱恩就没命了 于是杰克只能交代查理一些生产的注意事项 以及让蒂娜负责给克莱尔接生 生孩子的问题应该不大 反而是他现在书写的这个小伙子 能不能活下来还是个未知数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书写后 布莱恩的情况虽然有所好转 可他的血都聚集到了腿部 杰克还发现腿部的伤势并不是摔出来的 最关键的是 如果不及时处理腿部的话 布莱恩就有性命之忧 然而就他们这简陋的医疗条件 杰克只想到了一个最糟糕的办法 给布莱恩截肢 砍掉这条腿 他就还有得活 而且由于没有合适的刀具 杰克和老黑只能找一个比较锋利的货箱 能够瞬间切断一根很粗的树枝 那么切断一条腿应该不成问题 一切准备就绪以后 杰克不再犹豫 正准备给布莱恩断腿救命 这时布莱恩却开口叫住了他 原来布莱恩也知道自己现在的身体状况 即便是截肢了 能够活下来的概率也不是百分之百 这么一个重病伤员只会成为大家的累赘 他反而还宁愿痛快点 杰克很艰难地选择尊重布莱恩的意愿 而布莱恩最后告诉了杰克一些情况 说他和洛克在悬崖上 发现了一个装满面粉的飞机 还有个怎么也打不开的舱门 为了能够逃离这座诡异的海岛 这个男人又又又建造了一座木筏 只不过他还没决定什么时候下海出发 毕竟海上的状况非常不稳定 这时岛上的幸存者当中 有一个物理老师走了出来 他站在海边分析了一波风向和空气湿度后 认为明天就是出海的好时机 其余人听后半信半疑 但他既然是个物理老师 那应该的确比大多数人都要懂得多 而最让大家担心的是 乘坐木筏离开的四个人中 根本就没有人懂一丁点航海知识 所以他们四个到底能不能活着回到岸上 都是个未知数 因此蒂娜找到了老黑 想让他给自己一个上船的名额 理由是自己曾经在喷气船上当了两年半的船员 绝对比这岛上的所有人都更有航海的经验 可老黑定下的四个人当中 除了他和儿子外 一个是全程参与了木筏建造的金 金的功劳是仅次于自己的 让他上船是不可能改变的事实 而另一个是提供了一些材料的詹姆斯 都是早就定好了的人选 蒂娜表示詹姆斯只是提供了一捆捡来的电线而已 而且完全不懂任何的航海知识 让他上船其实起不到什么作用 而自己足足拥有两年半的船员经验 能够做到为他们保驾护航 老黑听后虽然觉得有点道理 可却认为自己不能这么难 否则会显得自己很没有信誉 于是还是拒绝了蒂娜 但就在几个小时后 老黑突然肚子痛了起来 他赶紧让儿子去叫医生杰克过来 而此时的杰克几人 正在那个无法打开的舱门外面商量事情 由于布莱恩的死 导致他妹妹香农恨死了洛克 认为洛克是害死了布莱恩的罪魁祸首 甚至偷到了枪想要杀死洛克 不过被其他人阻止了 杰克也知道这个光头在撒谎 从布莱恩死之前说的话 可以猜到洛克隐瞒有事情 洛克无奈之下 也只能将真实情况告诉了大家 于是就带着杰克和老贾来到了这里 而因为布莱恩的死 大家对洛克的态度都有些不满 而即便是现在 洛克依然一门心思地想要打开这舱门 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 老贾则是认为这玩意儿很古怪 应该把它埋掉 不过杰克却认为 这也许能够成为一个紧急的庇护所 三人刚准备返回营地的时候 遇到了急忙跑过来通知消息的蒂娜 杰克赶紧回去找到了老黑查看他的情况 经过检查后杰克发现 只是有轻微的中毒现象 并没有性命之忧 杰克猜测是老黑喝得谁有问题 而联想到老黑即将乘坐木筏出海 很显然是有人在老黑喝的水里下毒了 只是和上次有人放火一样 很难找到真正的凶手 老黑也忍不住开始猜疑是谁给自己下的毒 由于之前开玩笑地随便提了一嘴说 要换掉詹姆斯 加上詹姆斯现在竟然丢给自己一瓶防晒霜 这让老黑有些相信是詹姆斯下的毒了 于是干脆就以这个借口说 要撤销詹姆斯的上传资格 詹姆斯一听顿时怒目 其实他也早就知道 蒂娜在打自己那个名额的主意 只是没想到老黑竟然会冤枉自己下毒 能够坐上木筏出海 也就意味着能够有机会早点回去 詹姆斯不可能放弃这个机会 于是一气之下就决定曝光蒂娜的身份 他将蒂娜背包里的东西全都倒了出来 捡到了一本护照 但却不是蒂娜自己的护照 很显然蒂娜是打算回去以后 冒充一个身份 而詹姆斯也对大家说出了蒂娜的秘密 他其实是一个被逮捕的犯人 只不过抓捕他的那名警官在飞机坠毁后 因为重伤死了 看到其他人纷纷传来质疑的眼神 蒂娜也坦白 自己的确是以犯人的身份上飞机 会被警官遣送回自己国家的监狱去的 不过回去以后自己会主动去自首的 大家一听都感到十分惊讶 毕竟罪犯的性质那就和普通人不一样了 明显是个不稳定的危险人物 蒂娜搞不好还是最大恶极的杀人犯 因为他并没有透露自己犯了什么事情被抓捕的 老黑也因此改变了主意 重新恢复了詹姆斯的上传资格 自然不会再考虑让一个罪犯和自己坐在一艘船上了 此时其他人看向蒂娜的眼神中都带着一丝警惕 很快围观的人都纷纷走开了 只留下蒂娜一个人收拾地上的东西 老黑的中毒症状恢复以后 他又立刻开始了木筏的收尾工作 因为他们打算明天出海 关于谁下毒的事情大家似乎都没去在乎了 而杰克却隐约猜到了是谁 郑士金的妻子宋 至于下毒的原因也很明显 因为他们两夫妻闹矛盾 宋不想丈夫抛下自己一个人离开 只不过老黑和宋整天都待在一起干活 两人喝的水瓶很容易搞混 所以才会导致中毒的人变成了老黑 杰克表示自己会帮他保守秘密的 而宋却觉得 他们四个不可能安全地回去 反而很有可能死在海上 这艘简陋的木筏即将下海出发 所有的幸存者都将希望寄托在了他们四个人身上 大家拿出仅有的食物和物资 祈祷他们能够安全地回到岸上 并且带回来救援队 而正当众人准备将木筏推进海里的时候 一个陌生的女人跑了出来叫停了他们 他说马上会有一批人出现 首先会抢走孩子 接着会杀掉其他的幸存者 建议大家最好赶紧躲起来 因为他自己就曾经历过 只要岛上出现一股飞烟 那么就意味着他们要来了 众人听到他说的话都有些半信半疑 杰克也觉得这女人有点神经兮兮的 尽管老贾认识这个叫丹妮的女人 不过他们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先让木筏出海 可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岛上的某个位置 竟然真的冒起了一股冲天的黑烟 幸存者们顿时都紧张了起来 难道真的如同丹妮所说的那样 而此时的丹妮正在准备武器弹药 她表示自己只有一个人倒没什么问题 就算有敌人出现 大不了可以找个地方躲起来 但他们这里足足有四五十个人 想要躲起来几乎不可能 这是杰克突然想起了那个无法打开的舱门 只要能将它打开 那就有可能将所有幸存者都藏进去 于是几人就带着丹妮过去查看 当丹妮看到这个巨大的圆柱形物体时 眼神中也满是惊讶 尽管他在岛上已经生活了十六年 可却根本没有见过这种东西 不过要怎么打开这舱门 丹妮也没办法 机智的洛克想到了 也许可以用炸药炸开 不过他们肯定没有这玩意儿 丹妮也表示自己手里也没有炸药了 但是有一个叫做黑炎的地方有 他之前用的炸药就是从那里拿的 自己可以给他们带路 眼下也没有其他办法 捷克等人就决定立刻出发前往黑炎 如果快点的话能在天黑之前回来 之前那个物理老师 阿尔茨主动表示要和他们一起去 他的物理知识多少能帮上点王 当捷克他们出发前往黑炎后 海滩上的幸存者们 则是齐心协力将老黑的木筏成功推进了海里 大家能否获救的希望 就在这座木筏上面了 老黑四人也挥手向他们告别 开始了这趟生死未知的旅程 与此同时 捷克一行人已经进入了岛上的原始森林中 由于想要在天黑之前回去 他们都走得很快 走在最前面带路的丹妮突然停了下来 他看了看面前树上挂着的一根布条 告诉捷克他们 前面不远就是属于黑炎的黑暗地带了 当年他们科考队的几名队员 就是在这里感染了一种疾病 随后一个个死掉了 丹妮建议他们现在立刻回去 以免接下来有人伤亡甚至团灭 听丹妮这么一说 身为物理老师的阿尔茨瞬间有点怂了 捷克就打算回去 不过走之前他嘱咐捷克 拿炸药的时候 轻拿轻放注意点就行了 随后就在几人的注视下原路返回了 当然捷克并不打算放弃 他让丹妮继续带路 可诡异的是 原本晴朗的天气竟然突然下起了大雨 众人触不及防 根本找不到地方躲雨 刚刚走掉的阿尔茨又惊慌失措地跑了回来 这时一阵刺耳的声音也随之出现 听起来 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机器人走路的声音 众人赶紧找地方躲了起来 不过这声音似乎只是路过 很快就又消失了 而雨也随之停了下来 丹妮神神秘秘地说 这其实是岛上的安全系统 好在他们没有出现人员伤亡 原本打算回去的阿尔茨也不敢一个人走了 于是就跟着捷克他们继续前往黑岩 这几个幸存者 在森林中发现了一艘搁浅的奴隶船 看样子年代已经十分久远了 而带路的女人见到达目的地了 她立刻就转身跑路了 似乎很害怕这艘船 但捷克等人却硬着头皮走进了船舱里 一番寻找后搬出来一个木箱子 这箱子里的东西就是他们此行的目的 打开箱子后 里面是满满一箱子的消化甘油炸药管 尽管看起来保存的时间似乎很久了 但应该还能使用 作为高中物理老师的阿尔茨 对这方面的知识很在行 他让其他人都不要靠近 自己一个人来处理就行 在拿出炸药的过程中 阿尔茨还反复地和捷克他们强调 一定要轻拿轻放万分小心 因为消化甘油是一种非常不稳定的炸药 稍微不注意可能就会引起爆炸 一阵剧烈的爆炸 将其余四人多掀翻在地 当大家回过神来后 就看到物理老师阿尔茨 已经变成了一地的碎片 他以牺牲自己为代价 成功地让其他人知道了这些炸药的威力 还好刚才只是爆炸了一根 箱子里其他炸药都还完好无损 不过捷克他们只是小心翼翼地拿了几根出来 差不多够用就行了 这个过程中两人大气都不敢出一下 毕竟刚才已经有一个悲剧历历在目 他们都不想再试试这种炸药的威力 将炸药打包装好以后 为了安全起见 让背着药的两个人分开 免得引起爆炸 直接一次性团灭了 最终四人采用抽签的方法 由蒂娜和洛克两人背 随后四人就开始返回营地 争取能够在天黑之前回去 而此时已经乘坐木伐出海的老黑四个人 也开始了他们的海上求生之路 由于在荒岛上的材料有限 老黑制作的木伐十分简陋 他们的希望都寄托在了老甲提供的设备上面了 一个雷达以及一把信号发射枪 不过白天的时候 雷达显示器上一直没有出现异常 直到晚上天黑以后 屏幕上终于出现了一个小点 这表示距离他们不远的海面上有东西出现 不过由于天太黑 他们根本看不清楚 只能看到一点点浪花在海面上涌动 詹姆斯认为是遇到了其他船只 于是就迫不及待地想使用信号枪 引起对方的注意 可老黑觉得如果认错了的话 那他们这唯一的一发信号弹 可就浪费掉了 但这难得出现的一次机会 就有可能是获救的希望 无奈老黑还是把信号枪交给了詹姆斯 随着一道亮光飞入空中 在四人期待的目光中 一个探照灯在黑暗中亮起 果然是一艘船 老黑四人见状顿时兴奋极了 奋力地呼喊挥手 虽然这只是一艘小快艇 但也意味着他们找到了救援 老黑激动地解释 他们是空难幸存者 岛上还有四十多个人 可这是快艇上的人却突然说 把木筏上的那小孩交给他们 老黑一听脸色顿时变了 詹姆斯和金也都警惕了起来 难道说他们遇到的这几个人不是好人 可就算是不愿意帮忙 也不至于要抢人吧 詹姆斯见着情况为了以防万一 就悄悄地握住了背后的手枪 可快艇上的人动不动 一枪就打中了詹姆斯 金剑壮迅速跳下去救他 而快艇上的人也跳上木筏 想要将小黑掳走 老黑势单力薄 三两下就被一个男人打到了海里 在挣扎中只能看到儿子 被那些人拖到了快艇上去 这还没完 对方还丢出一包炸药 直接将木筏给炸掉 这座小岛上冒起了一股诡异的黑烟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所有的幸存者们都警惕了起来 他们打算收拾行李离开海滩 到山洞里的营地去更安全 查理正准备帮克莱尔抱婴儿 可这时一个女人跑了过来 原本去带路的丹妮竟然回来了 在发现老甲不在后 他立刻焦急地让查理去把老甲找回来 查理还以为是有什么要紧事 便很听话地急忙去找人了 而就在查理离开不久后 丹妮却看着克莱尔怀中的婴儿 表示自己可以帮他抱 克莱尔警惕地不让他抱 看到丹妮手上的抓痕 恍惚间他脑海中浮现了一段记忆 似乎就是他之前失踪期间发生的事情 当克莱尔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的孩子已经不见了 其他人也注意到丹妮不见了踪影 很显然 就是丹妮将婴儿偷偷抱走了 克莱尔情绪顿时有些崩溃 突然让查理帮他找回孩子 老甲也突然想明白了什么 于是带着查理立刻出发 朝着岛上冒起黑烟的那个方向赶去 然而当两人终于来到那个冒出黑烟的地方时 除了看到一个火堆外什么也没有了 并没有丹妮说的其他人存在 正当两人疑惑的时候 丹妮抱着婴儿慢慢走了出来 她向两人坦白了实情 原来这冒黑烟的火堆就是丹妮放的 而她抱走婴儿是为了想试试看 能不能换回自己的孩子 因为当年她的孩子就是这样被人抱走的 不过很显然她的猜测失败了 好在婴儿没事 丹妮认为自己做了坏事 自己一个人离开了 查理和老甲随后就带着婴儿返回了营地 与此同时 带着炸药的杰克四人也已经回来了 他们直接来到了那个舱门外 开始准备爆破工作 胖哥不经意间突然发现 这舱门的外围居然有一串很小的数字 这个数字让他很熟悉 因为这串数字代表着厄运 他立刻想要阻止洛克他们将舱门炸开 可还是晚了一步 随着一声巨响响起 这个十分尖步的舱门 终于还是被炸药给炸开了 洛克拿着火把和杰克一起 小心翼翼地凑过去查看 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入口 但梯子在中间断掉了 想要搞清楚下面到底是什么样 只能爬下去才能知道 好 好 感谢观看